好男人已经成了娱乐圈,众多男性的标签和人设,然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男性,是真的很有担当,用自己的行动,在认真诠释好男人这一次,如今的娱乐圈已经宽容了许多,明星公布恋情的事也是屡见不鲜, 大多数粉丝会送上诚挚的祝福,尽管如此,但是对于一些当红小生来说,传点绯闻都能让粉丝们炸了呼,真的公布恋情将是对粉丝的沉重打击,不知道要留识多少女友粉,对事业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,然而这里却有一朵娱乐圈里的奇葩,任嘉伦,2017年的一部热播剧《大唐荣耀》,让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个霸道深情的广平旺,记住了任嘉伦这个名字, 也是这一角色,让任嘉伦成功跻身于当红小生的行列,娱乐圈竞争压力之大,大家都认为此时的任嘉伦,应该趁热打铁,稳定粉丝基础在娱乐圈站稳脚跟,他却在此时选择了公布恋情,让众人十分震惊, 其实任嘉伦在娱乐圈已经摸爬滚打五年,深谙娱乐圈的辛苦,从一个参加选秀节目的小歌手,到去韩国成为一名练习生,再到回国做演员,可见他对于演艺事业的坚持举无奈,在《大唐荣耀》之前也曾参演多部剧作,事业并没有什么起色,终于这么久的努力得到回报,任嘉伦平广平王这一角色一夜爆红,吸引了大量的粉丝, 在这时他选择公布自己恋情,其实对于他之后的辛苦来说,不是一个好的决定,但对他的女友来说,却是一记强心针,如今任嘉伦不仅领证,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流失了一部分粉丝,但是他用最坦诚的方式,面对自己的粉丝和保护自己的家人,也引来众人纷纷赞叹超man,也有粉丝表示,自己家偶像这么任性,还能怎么办,当然是宠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